真的啦,超care的 好,那不論是我們不是只有這個小朋友而已 小朋友會長大啊 那我們現在台灣國高中 其實我們都知道有很多一些相關問題 那我們面對國高中的一些狀況 我們也提出一些 台灣的教育部也一直想辦法去提一些新的東西 想要解決一些很麻煩的地方 所以我們現在要請賈士軒老師 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們現在國高中在輔導這一塊 到底遇到什麼樣的一些狀況跟問題 我們請賈士軒老師 謝謝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昨天的報紙 有一條是我們的學生輔導法在逸法院三年中過 這個法他修法的時候是10月7號 然後我們本來還想說 這又不是民生議題 又不是經濟法案 他應該可以在立法院的桌上躺很久 結果沒想到嘻嘻兩個禮拜他就三個通過 我先講一下學生輔導法 不知道你是怎麼來的 他是從2012年年底的時候有一個很有名的 叫做巴格國中的霸凌事件 那個很多人都會印象很深刻 11月的時候有國三的男同學被飛機圍毆 然後拿掃把被追打 然後嚇了大哭 然後後來有女同學被毆打 然後有一群人一起圍觀 圍觀算了還拍了影片 影片還上傳到網路 這是很有名的霸凌事件 然後就引起了全台灣的人都很關心 我們的孩子到底怎麼了 為什麼他們會做這麼殘酷的事情 他們看到有人被打的時候 不是出手相救 而是在旁邊拍手 打得好再一拳 然後還拍起影片 把他傳到網路上面 讓他廣為流傳 所以大家開始覺得我們的孩子好像病了 他們的心裡面開始有一些狀況 他們需要被幫忙 不是只是在升學這件事情上面 他們需要的心理上 他們也需要更加的健康 所以教育部就修了一個法 叫做學生輔導法 他要推一個叫做三級輔導的概念 意思就是說呢 只要你是學校的老師 你對於輔導這件事情 你都是有責任的 所以他就分成一級二級三級 那一級的話就是導師 或者是一般的科任老師 或者是學校處事的行政人員 也是一級 然後呢二級呢 叫做專間任輔導教師 專任或者是兼任 專任的話就是教育不開心的圈 我重新聘 我專門聘老師來做輔導工作 他只要負責跟孩子談話 做諮商 做輔導 他不需要去授課 不需要做行政工作 這個是專任 接任就是原本學校的老師 我解你的堂數 你可能原本要上二十節 我現在讓你只要上十節 那你接兩個個案 然後還會有三級 叫做專任專業輔導人員 所以意思就是說 導師處理的是最簡單的問題 比方說孩子回家作業不寫 然後或者是孩子跟班上的同學 吵架 年紀關係不好 這個都是導師先處理 那導師處理了沒有效果之後 他就會送給專任輔導老師 請專任輔導老師幫忙 那就是二級 專任輔導老師處理了 再沒有方法 他就會送到三級 叫做專任專業輔導人員 就是我們都是有國家證照的 這個資訊時是經過高考及格的 那你要拿到這一張證照呢 平均你要念至少七年的書 就是大學四年加研究所三年 那研究所要念三年 是因為前面兩年你就是一樣是上課 可是第三年我們要去醫療院所 或者是去學校 去實習一整年 就像工作一樣實習一整年 我才取得這個考證照的資格 才可以去考諮商師執照 好所以呢 但是呢 這個三級工作當中 他會有一些重疊 他沒有辦法切割得很清楚 好 而且呢 彼此會互相流動 意思就是說 今天這個孩子 他可能剛開始是人際關係不好 但是久了以後 你會發現他會被班上的同學拍子 就大家都不喜歡跟他玩 然後他的狀況會被 他的狀不適應的狀況會變嚴重 所以就需要找二級的老師來幫忙 就不是只是一級 好那他也有一點點類似醫療跟急診室的概念 就是我們三級的人呢 就是處理最困難的個案 就像孩子有急性症狀發作的時候 你在急診室 你要趕快幫他做處理 有傷口 有有血的你要吃血 好 然後如果有傷口的你要包雜 再三級是處理這危機的 那其次再來是二級跟一級 好 再來就是我們講的學生輔導法 他100年的時候其實通過了第一次 他的第一次就是規定說 每個學校每個國中都要有一個專任輔導老師 然後國小的話他看你的班級數 二十四班以上的要有一名 好然後他會設置三級的輔導人力 是如果你的學校超過班級數 總班級數超過五十五班 他就會配給你一個諮商師 那他還會有全線共用 就是你是十所學校共用一個專題人員 好這是一開始的學生輔導法 那昨天剛三讀通過的輔導法呢 他最後的結論就是他要多聘八千多名的輔導老師 大家要想一下那個數量 八千多名 好 而且是逐年整聘 他在106年之前要先聘到三千零七十二合 從106年開始之後要再聘五千多人 總共是八千多人 好那我們說教育部這個法是利益兩項 因為他想要 他要廣設這些輔導老師或是專輔人員 是因為他希望可以解決學生的心理問題 孩子在學校適應不良的時候 他可以早一點被發現 有人幫他的忙 不要到了像正結一樣 在結運上面進行無差別殺人事件 可是這個輔導法通過之後呢 有一些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他的人才的培育 因為現在可以培育專任輔導教師的 其實只有師範院校 那台灣的師範院校其實沒有太多所 他每一年畢業的學生 其實也沒有很多人 所以你要一下子生出來 三千多個專任的輔導老師 其實是很困難的 因為他不像 他有一點像是小學的話就是補師 不管你是什麼科系畢業 我學校讓你教國語 你就要教國語 我學校讓你教數學 你就要教數學 可是在國中的話 就是我是專門教國文的 我是專門教英文 所以他有一點像是類似這樣的概念 就是我是專門做輔導的 所以我也是從輔導的科系畢業的 所以他第一個就是 人才的培育 我們來不來得及 培育這麼多的人 那如果我們來不及 培育這麼多的人的時候 要怎麼辦 因為他可能每一年他就要多一千人 可是我們沒有這麼多的畢業生 師範畢業生 那這個來源要怎麼辦 那教育部就有一些很有趣的因應措施 比方說他就會胎二十六學分白 就是你現在是代課老師的 代課老師就是你還沒有一個正式教師的身份 你是代課老師的我就胎二十六學分班 我讓你來加修這些學分 那你有了這些學分之後 你就可以去考專任輔導教師 你就可以做輔導工作 那對很多的代課老師來講 他們就會覺得這是一個利多 因為專任輔導教師的缺很多 可是競爭的人少 所以我就容易好上 所以很多代課老師就會來上這個課 但是他的二十六學分班是怎麼上的 因為我有在教二十六學分班 教得非常的痛苦 他一門課只有四天半 然後一天上課是八小時 連續上四天半 你可以想像平常我們念書 以前我們念書的時候 你可能一門課你要念一整個學期 念二十週你才學完的東西 你現在要在四天半 你就要很急著把它念完 然後我上的那個課呢 我上資商理論 是很基本的一門課 我一開始就跟他們說 我會考期末卡 結果呢 我們班有非常多的人考四十幾分 然後我就想說 這樣子我要 我很難累著良心 就讓他們過拿到那個學分 可是學校就跟我說 老師不好意思不可以當人 你想辦法調整你的配分的比例 比方說他們考的 考試的成績你就開根號乘以十 所以看如果考三十六分 就可以及格了 因為三十六開根號以後是六 再乘以十 這樣就六十分就可以及格 好這就是我講的 他的來源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可以聘到什麼樣的人 來做這件重要的工作 但是我們的政府不太在意這件事情 他只要有人做就好 然後呢 再來呢 是教師的偵選 通常小學國中老師他們考完比試以後 會有一個叫做釋交 那釋交就是下面我做一群人 然後我要把下面的那群人 假裝他們是學生 然後在課堂 當場演練我要怎麼上這門課 那如果今天我要做的是輔導工作 我要跟孩子談話 理論上應該有一個 他要安排一個假的個案給我 有一個人來演假的個案 然後看看我跟孩子談話的功力如何 孩子是不是願意相信我 是不是願意對我掏心掏腹 是不是願意對我敞胎 好告訴我他們一些想法 可是我們的針選呢 很有趣 我們的針選五花八門都有 那我知道你的現實是 你抽一個情境 就是你要處理的學生問題是 比方說是行為偏差有偷竊的問題 然後他就會跟你講說 沒有個案讓你演練 沒有個案讓你演練 你就是自己在台上一人分飾兩腳 你就是同時是輔導的人 也同時是被輔導的學生 所以我怎麼樣 我根本就看不出來 那個人的功力到底如何 因為從頭到尾 劇本都是我自己編的 所以這個教師的徵選 也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再來第三個呢 是我們專服教師的 他的一個穩定性 因為這個錢不是學校自己出 專服教師的薪水是教育部處理的 教育部統籌 然後撥到縣市政府 縣市政府再發去學校給專服老師 那有的比較窮的縣市 他就會說 我沒有錢添你老師的薪水 你就慢慢等 等教育部的薪水 下來等教育部的錢進到縣府 考完流程之後 我再發薪水給你 所以我們有的專服老師 他就要等兩個月 等三個月 他才可以拿到一次薪水 他可能九月開始上班 但是他第一次領大薪水的時候 是十二月 那你要知道 每個人都活在這個 我們活在這個社會 我們有一定的開銷 我們有一定的生存的壓力 殘米油鹽降醋場 沒有哪一樣不是要錢 我做的是一份專門的工作 憑什麼 你不能夠按時發薪水給我 而且我做的是 我是公務員 我是老師 所以有很多專服老師 他們其實那個位子 對他們來講會很困難 因為他三個月才領一次薪水 那他前面的兩個月 所以他要怎麼過生活 再來講到薪水跟福利呢 是講我剛剛有提到三級 所以專服老師做的是二級 那諮商師做的是三級 理論上諮商師的工作 是比較困難的 因為專服老師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 他會送來拜託諮商師解決 可是呢 因為專服老師是教師 所以他們的薪水跟福利 是比諮商師要來的好 比方說我現在的同事 他是專服老師 我是資商師 我們一樣的學歷 他每個月的起薪就多我一萬 就多我一萬 但是我的工作不太累 不太辛苦 然後你就想 老師一年的薪水是14.5個月 一個月一萬塊 14.5個月就14萬 將近15萬 那不要提他們每一年還會再進行 那我們的薪水是不會抖 就是你的起薪是多少 你做十年還是這個薪水 政府不幫你加薪 所以對很多的諮商師來講 因為我們唸的 我們當初在唸書的時候 其實也是在十八月下 所以我們可能有修 有修國小的教育學程 或是國中的教育學程 中等或是小教的教師證 所以很多諮商師他就不要做三級的輔導人 他就寧願去考二級的輔導人 因為我考上了我的薪水立馬 就一個月就多一萬多 何樂而不為 所以他的薪水跟福利有很大的問題 然後再來呢就是講到 學校輔導師的專業性 就是他聘了專輔導師跟諮商師 都是專業輔導人員 但是我們的輔導主任 輔導組長 他們其實都是一般教師 那你遇到好一點的長官 他會聽你的意見 聽你的想法 尊重你專業的建議 可是如果你遇到比較強勢的長官 他就會要你聽他的 然後你是不能跟他溝通 所以其實對於整個輔導的專業性 很多時候其實專輔老師或是諮商師 他並沒有辦法去發揮他的一個專業性 再來講到了 縣市政府都有學資中心 學資中心的主任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跳板 就是你考上學校的老師 考上校長之後 他們要等臨選 臨選了才可以派出去當校長 那有的人跟縣府的長官關係比較不好的話 他就可能一直派出去 學資中心主任就會是一個很好的跳板 你只要乖乖的當學資中心的主任 長官要你怎樣你就怎樣配合 你第二年就可以派出去當校長 或者是你就可以考上校長 好很多縣市都是這樣 那再來一個對專業輔導人員 造成的衝擊就是我剛剛說的 那個薪水的差異 福利的差異 我們沒有寒暑假 可是專業輔導老師是有寒暑假的 所以每一年的大概六七月 就是諮商師的離職場 因為大家就會去考專業輔導老師 然後每一年的六七月 我就會很安怨 因為我曾經有念教育學程 但是我沒有念完 但我沒有念完 所以我不敢考 可是因為他現在要多八千多個 我跟我同學就覺得 我們可以再去考一個研究所 然後目的是修一個學程 去考專輔老師 所以剛剛講的是 輔導工作 教育部他的一些政策 或是他的措施 再講大的是十二年國教 十二年國教 他是教育 他其實利益很良善 他希望可以適性良才 意思是說 以前我們都是靠成績決定一切 你如果可以考六百讀分 你就是可以念北英語千宗 或是宗語雄語 但是他現在想到的是 他的利益是他覺得每個人都有他的專長 可能有的人就是適合當社工 有的人就是對美容美髮特別有興趣 有的人就是特別喜歡做模型 他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適合的一條路 所以他希望可以從國中開始 就幫助孩子找到適合他的那條路 然後讓他去好好的發展 所以他是一個利益很良善的政策 但是他在推行上面 其實就會有很多的狀況 以前我們小的時候是考聯考 就是七月份 你就是考那麼一次 然後按照分數高低決定 你要念什麼學校 可是他們現在的國中生 他們變成有兩種方法 一種叫做特色招生 一種叫做理事務學 教育部他希望 因為他要適性良才 所以他希望可以打破大家 心目中對於名校的隱私 就是他不希望北一女是大家心目中的一個職業 他希望北一女跟大安高高 跟某一個職業學校是差不多 大家心目中是一樣的 所以他就做了一些事情 特色招生 他就希望北一女中 這些我們心目中的名校 他可以釋放出多一 他可以只有 只留下小部分辦特色招生 那特色招生就是指說 比方說像是音樂班 樹里之優班 就是他要看一些很特別的班級 但是呢 這個特色招生 他到底要考什麼 或是他的分數要怎麼計算 其實是不知道的 是要看各個學校他們自己規定 好那如果是免試入學的話呢 就是學生他們統一 會在就是三四月的時候 考一個叫做會考 那會考呢 以前我們是有分數 就是從 比方說253分 600分 或是580分 你會有一個很明確的分數 可是他現在的會考 他只有三種成績 叫做精熟普通跟代加強 好所以精熟就是A加 對精熟普通代加強 所以你可以想像以前分數的時候 我100個人 我可能可以有100個分數 可是當我變成精熟普通代加強的時候 可能我精熟的有30個人都是精熟 普通有40個人 然後剩下的30個人是代加強 所以我可以區分開來的 那個程度變得越小了 我看不到我跟你之間的差異 如果我們都是精熟的話 那我們兩個是一樣的 可是以前傳統的考試是 我100分與99分 我們就是不一樣 所以他的會考就會變成說 因為大家可以區分的範圍變小了 所以他就要有一個東西 叫做 對不起 他就有一個叫做超額比序 意思就是說 假設我這一間學校 假設我的美英女 我有一百個女兒 可是今天我來了兩百個人來演 那我要憑什麼決定 這兩百個人裡面 我要讓哪一百個人來演美英女 所以他就有一個叫做超額比序 就是意思就是說 我的人數超出我要的時候 我要怎麼辦 所以他的超額比序的項目非常的多 比方說比作文 比你的考的六科裡面 你有幾個A++ 因為他雖然是精熟 可是他會有A++ A++ 他會比這些 所以意思就是說比不完 而且可能比到最後 你比的一個東西叫做作文 就是變成反而是作文 決定了你研考成績的生死 那十二年國教他有一個什麼問題呢 第一個是 其實中國人 我們傳統的 世代父的觀念並沒有改 對家長來講 如果我的小孩可以念建中北英 我為什麼要讓他去念吉美語中 家長還是會希望我的孩子可以念名校 所以今年之前暑假的時候 就有在吵說 你要公佈詳細的分數 要公佈區間 如果我不知道分數 我要怎麼做選擇 第一個是家長的觀念其實沒有改 所以對於政府 他想要讓孩子去選擇他最適合的學校 其實是困難的 再來就是政治角力的綁架 就是他有一個叫做共同就學區 意思是說十二年國教 他希望孩子獨離自己家境的學校 如果我是台北市的學生 我就選台北市的學校 我是南投的學生 我就選南投的學校 但是有一些是臨近區域 他會因為學生的一些特性 然後讓他變成共同就學區 所以南投就一定要跟台中綁在一起 為什麼 因為我是南投的家長 我如果只能填 我如果沒有跟台中綁在一起 我就只能填南投的學校 我就不能填台中的學校 可是我們都知道 台中的學校其實會比南投的學校要好很多 所以他有可能的狀況就是 南投的家長如果在意孩子就學成情況的話 他就會搬離南投搬去台中 這樣我就可以選台中的學校 那就會變成南投的房價就會下跌 台中的房價就會漲 因為家長不願意住在南投 他們會希望住在台中 所以南投的教育處教育局 就會很希望可以跟台中的教育處教育局合作 我們一起弄共同教學期 可是當你要跟人家合作的時候 你就要聽人家的條件 人家就會告訴你說 我要一要什麼 二要什麼 三要什麼 所以他就會有很多政治角力的房價 其實並沒有真正考量到學生的權益 最後一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超額比序到底在底下 因為他們比得很細 他有包括你的志願序 包括你的分數 包括你的服務學習 包括你的在校的一些成績 你有沒有記功有沒有記過 他都容易 所以到底我們的孩子是在比什麼 他們的壓力是變小了還是變大了 這其實是很值得去討論跟思考的問題 那以上呢是我的一些分享 就是對於我們的俗島或者是十二年國家 他可能會面臨到的一些困難跟一些衝擊 好 那我們把時間還給底下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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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